我之前有过一段不理想的婚姻 离异后遇到了她 再遇到一个自己真心喜欢的人 就特别想跟她结婚组建家庭 但她迟迟不同意 她有太多伪装和谎言 每当我发现一件 就对我是一次打击 我真的不想对她有更多的了解了 很多事我尽可能满足她的要求 努力地把她留在身边 可她还是不理解我 我不明白哪里让她这么不满意呢 就连结婚的目的都不单纯 我要的是感情 而不是你对我另有所图 有请这对嘉宾 有请 小峰36岁来自河北酒吧经理 小璇29岁来自河北设计师 欢迎两位 小峰是曾经有过一段婚姻离异的 对吧 对 然后两位是亲朋友介绍认识的 对吗 对 行 小璇说说问题在哪儿吧 就是我们两个刚认识半年也就是 但是她现在就是一直让我跟她结婚 是这样的 是因为我的年龄比她大 所以说我没有太多的时间去浪费了 不是你不是才36吗 对对对 我比较着急结婚 所以说我感觉 您离异多久啊 去年上半年离异的 有点着急了 再慌慌了 确实是挺着急的 为啥呀 因为我们两个相亲之后呢 我就对她挺中意的 所以说我想把我们两个之间 那个终身大事给定下来 我感觉这个婚姿就结不了 为啥 因为她的人品就有问题 她完全就是个骗子 因为我跟她的相亲认识的时候 我就跟她很明确地说了 我说咱们结婚的话 房子和车是最基本的 你必须得有房子 然后她就细细淡淡地跟我说 我有房子你就放心吧 当时因为也不熟嘛 我也没有仔细地 就是说了解她的经济状况 这慢慢相处下来 稍微熟了之后 我才发现她就是在骗我 我之前是有一套房子 有一套房子 但是我跟我前妻离婚的时候吧 我把房子给我前妻了 然后当时我们在相处的时候呢 我也知道她最低的要求 就是要求男方我一个套房子嘛 所以我也怕她离开我 当时我就是跟她撒个小谎 你就是欺骗了 那就是在骗我嘛 但是我欺骗你 我欺骗你 我是为了挽留你我才欺骗你 这就是人品的问题 这可不对啊 这个牵扯不到我人品的问题 不不不 这个确实涉及人品了 这撒谎嘛 但是我撒谎 我是为了想留住她 那我为了自己得到 我自己爱的女人 那你就不择手段了 我这个应该没有问题 你看 我为了得到我喜欢的女人 我失点手段 我有什么问题 这就是人说你人品有问题 但我感觉也很正常了 因为我喜欢她呀 我也知道她最简单的 就是要套房子嘛 你就觉得欺骗很正常 不是 她不光是欺骗我这一次 她为了怕我离开她嘛 她又编造第二个谎言 什么谎言 她就跟我说 你只要答应跟我结婚 咱们第二天 马上就能有房子 我就特别奇怪 这房子到底哪儿来的 我就一直逼问她 我说你房子到底哪儿来的 然后她这瞒不下去了 才跟我说 就是这房子就是她 一个领导 就是说许诺给她住而已 那也还不是她的房子吗 这不还又在骗我吗 主持人 我这也不是欺骗 确实是这样 因为我们这个老板 跟我关系特别好 就把我当弟弟看 他当时也是承诺给我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 给我一套房子住 我也知道 你想要一套 属于咱们自己的房子 但是我也跟你说过这事 你给我时间 我现在不是正在 努力地挣钱 去买这套房子吗 行吧 房子算一件吧 还有别的事吗 有啊 她跟她前妻离婚的事 怎么了 我跟我前妻离婚的事 我被都告诉你了 你别说以前听我说完 她跟她前妻 都离婚了一年了 她和她前妻 还一直在联系 还有什么好联系的呀 是因为有孩子吗 没有孩子 那怎么还联系 是因为什么 当时我和我前妻离婚的时候吧 她父母年龄比较大 都八十多岁了 然后我们就考虑到 不想告诉她父母 因为她父母身体也不好 怕受到打击 所以说有些时候吧 我就要跟她去圆这个场 配合一下她 但是她就是不理解我 离婚一年了 她前妻的家里 还不知道她俩现在离婚的事呢 那你们为什么离啊 因为我们结婚五年了 然后一直也没有孩子 所以就是离婚了 没孩子就离婚 对 还不能生意 那倒挺现实的 我也是没有办法 因为家里边父母 也是着急要抱孩子 那现在我就知道 为什么你认识了半年 就着急结婚嘛 你想跟人生孩子是吧 对 主持人你就说到点上了 他跟我结婚 主要目的就是说 我给他生孩子 根本就不是说因为爱我 或者说感情 这事你是怎么知道的呢 因为我们俩认识半年 他就对我提出了一个 特别过分的要求 他说让我去做体检 他也知道我前妻的事 所以说我就是不想 在同一个地方摔倒两次 然后我就跟他提出 我说我想跟他结婚 我说可不可以 咱们提前做一个婚前提检 然后他也不同意 但是我感觉 我这种要求并不过分 结婚的目的 就是为了组建家庭 对吧 那么有一个 属于咱们自己爱的结晶 我感觉这也很正常 所以说我作为一个男人 我跟你提出这样的要求 很正常的 我也没有说太过分 也没有侮辱你的意思 对吧 还没打算结婚呢 你凭什么 那你结婚之前 和结婚之前做体检 你和现在做体检 有什么区别啊 那我还没答应跟你结婚呢吧 那是前早晚的事吗 对吧 做完体检 我要不能给你生孩子 那还结吗 你不就是想看我 能不能给你生孩子吗 估计就不结了吧 因为你前提生不了 你就让我 你就查我 也会结的 那不对啊 我是想要一个心理安慰而已 不是 那你要什么心理安慰啊 因为我这个 我是本身嘛 我就是特别喜欢小孩 然后我还是我们家里边 一脉单传的战胜一个人 所以说我跟他也说过 我说咱们尽早就结婚了 不是我觉得这事 你要说开了吧 就说开了 就像女生说 我要结婚一定得有房子 那你男生就说 我要结婚一定得生孩子 你们要这么谈 我觉得也没什么 这很正常嘛 但是你先欺骗了人家呀 我那种欺骗 是完全希望 他能够留在我身边 所以我才欺骗他的 他也可以骗你啊 他是在骗我 你父母给你介绍相亲对象 你为什么去看见 为什么去见呢 我去见是因为 你做得不够好 我没办法把你介绍 给我父母 因为我父母不同意 我找你灵魂 你跟别人相亲 他现在做的这种种种 都欺骗我的行为 我怎么把它介绍给我父母 如果你做得好 即便是你灵魂 他与他们跟前 还有一个回旋的余地 但是你做得哪里都不好 我也得给家里一个交代吧 而且我去相亲 你也知道 我也没有瞒着你 而且我也只是去见了个面 我也没跟相亲的那个 对方做过什么 就是说对不起你的事 你干嘛说是我骗你啊 咱们俩现在是出对象呢 对吧 那你跟别人去相亲 你把我当什么了 我去相亲 那你做得很好 那你口口声声 她的女性朋友生孩子 她一个大老爷们她去 我就觉得你们这朋友关系 有点亲密过分了吧 什么女性朋友生孩子 她去 啥意思 她的女性朋友生孩子 她去的人送到医院 还照顾人家生孩子 伺候人家 你做得不比我去相亲 这事过分多了吗 这事跟你想的完全不一样 而且我也跟你说过很多回来 如果那孩子真是我的情况下 她根本就没有你什么事了 你懂吗 主持人是 你是不是经历有鬼呀 她在医院照顾那孩子 照顾那女的照顾好几天 不知道的都以为她是孩子 她爹呢 是这样 我们这个朋友吧 我们关系好了十多年了 就包括她老公在那 都知道我们关系特别好 但是她生孩子的时候吧 是在预产期之前突然生的 然后她父母又没在身边 她老公当时也在外地 所以来不及 她只能给我打电话 我就开车给她送到医院 安排了一些那个住院手续 这都没啥 陪产也是你 对 后来伺候也是你 不不伺候不是 我就是她父母 怎么不是她呀 人家第二天 女方父母都过来了 就一天晚上 第二天我被她父母接过来的 什么她在那照顾了 好几天她都不回来 最后孩子的亲爹回来了 她给人家交集好了 她才放心回来了 她都不顾我的感受 你说话比她男人挺好的 什么叫交集好的 我都没见过你这么够一起的 那什么叫交集好的 那我朋友回来 我是不是得告诉她 什么情况啊对吧 然后我才能走啊 那做人做事 咱的有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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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问问啊 你们俩什么关系现在 情侣关系 她朋友算你朋友吗 不算 为啥呢 那是她十几年的好朋友 我跟她认识才半年 对啊 那你要是那么 我也不认识那个女的 如果你那么在意那女的 你就帮着办了这事 不就她就没那么尴尬了吗 我觉得她们之间的关系 就过分亲密了 我就很介意这个 所以我们从刚才 没有好的程度的 我就感觉 我们从刚才是好 她就一直在怀疑我 一直也不相信我 但如果我生孩子 我的男性朋友这么照顾我 你不觉得 但是我不会 我不会给你男性朋友 任何机会 我保证你生孩子的时候 第一时间我会出现 谁知道到时候 你做啥样啊 因为你在我心里边 最重要的 我不会给任何人机会 现在说的都是谎言 不能信 你们俩还真是离内部太远了 今天来干嘛呀 就是我想跟她结婚 但是她一直不给我结果 今天就是想 跟她要这个结果 没看上她是吧 我觉得她人品有问题 一开始觉得 人品有问题 你怎么不走呢 为啥还停留啊 我不想停留 她非得拉着我过来嘛 对你怎么样 不怎么样 她对她的前妻 朋友等等 她身边的同事啊 老板都比对我好 我对你还不够好吗 主持人你知道吗 我现在为了她 我改变了很多 我前妻我不联系了 我现在为了她 我改变了很多 我前妻我不联系了 我这好了十多年的朋友 我说断也断了 也不联系了 现在就是什么 因为我们这个工作行业 就在这呢 有很多的老客户 我需要去维护 然后隔三差 我就会跟他们去喝酒啊 吃个饭什么 她也不让我去 我也听她的我不去了 那哪说我不让你去啊 你听我把话说完可以吗 我们每个月 就是员工搞个团建的 到月底的时候 然后我作为经理 我肯定要带着大家去嘛 他也不让我去 可以 我不去 最可惜的是什么 我们领导给我打电话 说赶紧过来 有点事 这种情况下 他也不会让我去 但是我为你 真的做了很多 也不会让我去 那你为什么还要娶她呢 正常的工作交往 和人际关系不让你有 为什么还要娶她呢 这个我不太理解 因为我考虑到她的感受 她啥感受 因为我们两个工作 性质是比较颠倒的 她是白天上班 我是晚上上班 所以我们在一起的 时间很短 所以我就是希望什么呢 现在正是我工作也不忙 时间负益的时候 我想多陪陪她 她说我不让她去应酬 不让她喝酒 她每次去喝酒 都喝到大半夜 而且经常是这样事的 她的职业 就是这么个职业 你接受吗 这就是她的一种 你别找我呀 她总让我大半夜晚上去接她 多不安全 我一个女的 你接受吗 如果经常这样事的 我接受不了 那不就完了吗 如果偶尔还能接受 那你们还在这儿 黏什么呢 但是我们毕竟相处半年多 还是有感情的 啥感情呢 我也知道她对我也有感情 我没听出来你们俩之间 感情在哪儿啊 那没有感情 她也不可能跟我好半年多 不才半年吗 您是不想分手的 对吧 刚才她问了一个问题特好 要是体检 检出来她也不能生 你还娶她吗 娶她 那你跟你前妻为什么离婚 因为是家里反对 你跟你前妻 因为你前妻不能生育 所以你离得婚 对吧 对 现在她说她也不能生育 你说你一定要跟她在一起 那我们怎么解释 这两件事呢 我父母那块 多多少少呢 我也说通了一些 所以说我 我的态度很尊重 那你为什么跟你前妻 在离婚之前 不去跟你父母说呢 那你到底为什么 跟你前妻离得婚吗 主持人她就回答不清楚了 她就是目的性 就是想找一个能给她生孩子 她跟她前妻离婚 就是她前妻生不了孩子 就一直在那狡辩 我不是不想说 只是不想说太多而已 因为还有很多的故事 使我们能够离婚 不能生育 只不是一个单单的 一方面的原因 行 其实还有很多原因 明白 你下一段婚姻 要不要生孩子 是占多大的比重啊 占百分之四十 比重不小了 您要这个房子 占多大的比重啊 房子必须得有 那您是百分之百 这事看她怎么办 一起进入 旧比特温月 要按说吧 这把条件都说得这么明了 两个人呢 就分了算了呗 因为彼此都不符合自己的要求 但是在情感上来讲的话 还是有那份美好的记忆 我们就有可能 怀着一种侥幸心理 想办法 房子哪天就有了呢 万一结婚生了孩子呢 所以这种侥幸心理 有可能会坑了人呢 如果你要是明确地说 如果不能生孩子 那我就不娶 我觉得也好 让他死了这个心 那如果说娶 那我就非常担心 以后离婚的概率也很高啊 那另外一个呢 我也想讲 就是你是结过婚的 结婚誓言 应该都说过是吧 对 不管是健康疾病 老婆是疾病吧 如果你这样下去的话 你的婚姻 不管跟谁都过不一块去 有时候吧 人就这样 就是你越怕什么 有时候就越来什么 你知道吗 现在还没生孩子呢 就因为孩子问题 已经开始纠缠了 所以如果你带着 这些标准 那么条件框框太多的话 包括女方也是一样 如果说必须有房子 这样下来的话 其实对男方来讲的话 也会觉得你有些功力 所以他就会觉得 你功力了 那我也可以功力 这样下去的话 两个人走一块去 所以我的建议很简单 两个人就趁早分吧 反正已经说到这句话了 就这意思 谢谢余老师 来 严老师 先生你知道你为什么 在女生她认为 你撒了一个弥天大谎 是个骗子的时候 你依然认为 我是为了爱你 和你在一起啊 你之所以骗了她 你不觉得是问题 是因为你们 这场所谓的情感 不是在用爱去谈 是在用条件 你很需要一个妻子 你很需要一个孩子 所以你碰到了一个 你认为条件 适合成为这个角色的女性 你就去所谓的谈了 你谈的是条件 你谈的不是爱 老师 我打断一下 就是我跟她 没有谈过任何的条件 其实我 我没有说你跟她 谈条件要求你怎么怎么样 是你拿了条件 去对待这份情感 所以你没有好好谈爱 我甚至都没说 你爱不爱她 因为你根本就没有谈爱 你明白吗 当你有一天谈的是爱 所有的条件 就水到渠成 女生你知道为什么 她给闺蜜生产的时候 去帮忙 你刚才特别斩钉姐姐 说我为什么要去帮啊 她们认识十几年了 我才认识她一年 我没这情分 你知道为什么吗 你也没有跟她谈爱 你谈的还是条件 所以一拍即合 俩人当时认为条件 相对合适 走到了一起 现在一拍就该散了 你看我们条件 都不合适了 散就散了嘛 去找爱去吧 谢谢严老师 谢谢严老师 我问一个问题 我始终想不明白 她已经两次骗你了 那你为什么 还要跟她在一起 可能我多多少少 对她现在还抱有 那么一点点希望吧 希望是她能有房子的希望 还是对这个人有希望 人品 其实我基本上同意 前两位老师的说法 但是我觉得 在你们实际的 这种生活当中 没那么简单 她同样也不是那么不堪 你看她对前妻 其实是有心有愧疚 对 她对自己的家族呢 其实是要以孝为主嘛 这是她背负的压力 包括她对闺蜜 那种举动啊 那是因为她太想有孩子了 她可能在享受那种 假象那种过程 有这方面的因素吗 有 因为我也是 特别特别喜欢小孩嘛 所以站在这个角度 如果说你对这个男人 还有希望 咱们不谈房子和车子 好不好 我特别担心你 如果再以这样的标准 你得不到幸福 而男生呢 孩子它是一个标志吗 它是一个 我们必须要做的 一个条件吗 不是 它是你们爱情的结晶 爱情在哪里 真正你要能找到一个 你确定是爱你的人 而不是能给你生孩子的人 那才有可能得到幸福 否则孩子可能会有了 但孩子他妈可能没有 明白吗 明白了 就这样 这个男方说话呀 让我特别想要吐血 你说你骗他 是因为你爱他 爱一个女人 是为了女人开心 而你的骗他是为了你自己开心 对不对 如果一个男人对你坦诚 一辈子他大概率对你坦诚 如果一个男人骗了你一次 这辈子他一定会骗你无数次 今天我教你两个词啊 一个叫趋势曲线 我们做企业的 再大的企业 做到顶峰 都会平滑 甚至下滑 那么爱情和婚姻 一定是烧上去以后 是很快下滑的 你们现在还没烧上去 就一路在下降了 你觉得后面还会不会继续下滑 这就叫趋势曲线 而你们俩之间 没有看到这个下滑的曲线 有任何上升的趋势 所以你刚才说了一句说 我跟他这么长时间了 我舍不得这份感情的投入 我再告诉你另外一个词 叫沉默成本 在一个下滑曲线里边 你越抓住 不舍得放弃之前的成本 你的成本越大 你丧失的越多 如果这个时候 你不能痛下决心 斩断沉默成本 你的成本会输得更惨 成年人坦诚地面对自己的内心 是最重要的 那些话你自己说的 都不理直气壮 三十六岁 没房子怎么不丢人哪 丢人的是自己都看不起自己 您这三十几啊 二十九 二十九 啊 这么年轻啊 我真以为四十多岁了 真的 我说的是心态 我觉得二十多岁的人 不是挺浪漫的吗 首先是爱嘛 那你们俩说你们俩有没有爱吗 你们要有爱你们就在一起 你们要没爱你们就算嘛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二 其实我对你是真心真意的 只不过是我的表达方式吧 我所做的这些事呢 让你感觉不到 如果能够再给我机会的话 我一定会为你改变 尽我自己最大的努力来满足你 也希望能够好好的考虑考虑 我挺珍惜咱们之前这段缘分 有身份的彼此 有个人的 请回请回请回 那接下来就看这对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吧 请开门 我对她确实真的挺爱她的 我只不过是说 因为我工作的原因吧 可能是没有很多时间去陪她 所以她感觉不到吧 好吧 谢谢您的分享 请回 谢谢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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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老师